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26号开人大常委会 人事任免或有更多的意外 官媒高喊习近平全票当选总书记是党国大姓 触怒习近平霸气 胡春华最后一刻出局 习市新常委引国际恐慌 港股大跌超过1000点 13年以来最惨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那次香港媒体《明报》刊发了一篇署名为《孙家业》的文章 文章表示中共新一届的政治局产生之后 外界已经开始给各成员分派角色 连明年两会上的中国国务院 以及中国人大还有政协的职务都名花有主 有人甚至开始猜测未来的港澳事务的主管人选 不过既然中共的二十大的高层人士 是可以打破诸多的潜规则惯例 未来的角色分配可能还会有不少的意外 文章说 中共的新政治局的首次会议应该会在日内举行 会上将明确个人的分工 因为在10月26号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开会 一连五天的会议议程当中就包括了审议有关的任免案 根据去年通过的中国全国人大的组织法的修正案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提名 可以决定国务院其他组织人员的任免 而根据中共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 可以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其他组织人员的任命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李克强和习近平的提名 决定副总理国务委员以及中共的军委副主席以及委员的人选 而未来的总理副总理的人选都可以在这一次的会上被任命为副总理 务须像以往那样先以国务院党组成员的身份来见习 无法出席国际政治场合 也弥补了未来总理没有当过副总理的缺陷 用这几个月的副总理的履历来堵住悠悠众口 文章说新一届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当中有两名政法高官 中国公安部的部长陈文青既是局委也是书记 而中国公安部的部长王小红则只是书记 但是王小红是现任的中共的政法委的副书记 陈文青则只是委员 两个人今后的角色将如何的分配 是为了安全起见设计的双保险 还是其中一个人会转换跑道 另外新的统战部的部长以及中办主任 究竟由谁来出任都需要再进去明确 结果或者会出人意料 此外历届的局委当中都是从地方往中央走 这一次是否会有相反的方向呢 也值得关注 作者表示不过一些惯例被打破 一些惯例还要延续 前日在习近平率一众新旧高层领导人 接近二十大全体代表和列席人员的长河 新旧领导人的混合排名就按照了惯例 这份名单的前十二位是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韩正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王岐山 由于李克强仍然是总理 栗战书仍然是人大委员长 汪洋仍然是中国全国的政协主席 而且他们所任职务均是属于中国全国性的正职 所以虽然他们已经卸任了政治局的常委 仍然排在了新常委第二号人物李强之前 而同样是卸任的常委韩正 由于只是常务副总理 故此要排在赵乐际 王沪宁之后 这即符合韩正在上届常委 就在赵乐际和王沪宁两个人之后的伦理 也暗示着他之前的李强和赵乐际 还有王沪宁均将出任 如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办的全国性的正职 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仍然排在了新旧常委之后 文章表示在王岐山之后的是 本届政治局委员和上届政治局委员当中 仍有行政职务者的混合排名 按照姓氏笔划为续 从温家宝到张高丽则是历届退休常委元老 在本届非政治局委员的两名书记处书记 刘金谷和王小洪之后 杨洁篪等五人是上届政治局和书记处当中 已经没有任何党内外职务的成员 好 再来看一下官媒高喊 习近平全票当选总书记是党国大姓 来自香港媒体明报的信息表示 中共新一届的领导层产生 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长文 透露了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实现了三个全票当选 全票当选了二十大代表 全票当选了中共中央委员 全票当选了中央的总书记 强调面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必须保持全党的核心长期稳定 由历经历史检验斗争经历的人民领袖继续掌舵 而总理李克强 中国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未满六十八岁退长 文章表示 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 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 当然继续提名 报道表示 六十九岁的习近平第三度的担任中共的总书记 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 在十月二十四号的晚上发表了八千多字的 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计时 披露了习近平实现了三个全票当选 还说体现了九千六百多万名党员 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忠心爱戴 反映了亿万人民紧跟伟大复兴领路人 开创更加美好未来的坚定气星 另外该文章还强调 谁能够带领人民实现强国目标 谁就能够带领人民推进复兴伟大 历史就会选择谁 人民就会拥护谁 报道说文章用了一千多字来描述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 兼具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要确保党的事业继续发展 国家长治久安 必须保证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长期稳定 文章还说 由历经历史检验实践考验 斗争历练的党的核心 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继续掌舵领航 是党心所向迷心所盼 众望所归 也是党之大性 国之大性 军队之大性 人民之大性 报道表示 习近平今年初就新一届的领导层的人选问题 听取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意见 说大家一致赞成 不搞海推海选 采取谈话调研方式 面对面听取推荐意见 还说习近平指出 绝不能简单以票选人 明确表示 必须组成一个政治坚定 团结统一 坚强有力 奋发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 另外 白开文章还表示 按照以上的原则 中共当局提出了推荐人选应该具备的条件 包括坚决在思想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是及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领导能力强 斗争精神强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公道正派 心胸宽广 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 清正连结 报道还表示 中共其他的六名常委 包括了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都被视为获得习近平高度信赖 政治忠诚的干部 报道表示 67岁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以及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退长 59岁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出局 七上八下已经被打破 另外中共的官媒新华社的文章还表示 在谈话调研当中 许多干部表达这样的意见 说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 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 当然继续提名 还说要坚持事业为上 根据工作需要人选条件 连结情况 以及形象口碑 能流能转 能上能下 树立新时代 鲜明用人导向 另外盖文章还表示 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 以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高度负责的精神 主动表示退下来 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 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峰两节 好 再来看一下 触怒习近平的霸气吗 胡春华最后一刻出局 来自美国金发表了署名为邓宇文的文章表示 中共的二十大以一种绝大多数人未预料到的方式来收尾 在最后的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 选举当中出现了三个意外 第一就是李克强和汪洋这两位具有温和派色彩的中共党内的二号人物 以及四号人物意外的退下 第二就是胡锦涛这位中共的前总书记在主席团前排就座 中途意外被劝离会场 第三就是胡春华这位原本被视为入场的热门人选意外的没有进入政治局 黯然出局 外界从这三个意外当中目睹了习近平在二十大建立了绝对权力控制体系的丑陋表演 作者说尽管人们早有预期 习近平在二十大的中委会 特别是中共权力中枢的政治局以及常委会会尽可能的多安排自己的人马 但是无论从尊重中共的惯例还是哪怕做做样子 也应该在政治局和常委会安排少量的被认为是其他派系的人 然而习近平这一次干脆不装全部的安插清一色的习家军 作者表示政治局的二十四名成员留任的有十位新增的有十四位 留任者除了王沪宁、赵乐际、李鸿忠三位之外 其余都是标准的习家军 而这三位也被看作是广义的习派 尤其是李鸿忠曾经喊出了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恶心口号 新入局的十四位政治局委员马新瑞来自新疆 尹利和袁家军来自习近平曾经工作过的福建和浙江 所谓之江新军两个大本营 刘国中来自习近平的老家陕西 这也是习近平的一个干部来源 李干杰来自山东 张国卿来自辽宁 陈其宁来自北京 王毅来自外交部 石泰峰来自社科院 李书磊来自中宣部 何立峰来自发改委 陈文青来自安全部 刘金国来自纪委 何卫东来自军队 作者表示在这二十四名权力寡头当中 出自地方县职的一共有十一位 其中六位是新增的 表明习近平还是很看重官员的地方历练以及经验的 作者表示出自中央部委的一共有十位 比例和地方差不多 军队则有两个名额 其中有明显军功背景的有四位 作者表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即使不是习近平的亲信 也和习近平有密切的关系 被认为是属于习派 而在政治局常委会里面 留任的两个老常委王沪宁和赵乐际 并不是人们特别是中国的自由派所乐意看到的 况且两个人接下来在中国的国家机构当中 也不会担任最关键的职位 而新入场的四个人李强 蔡奇 丁薛祥和李希 均是习家子弟 他们将掌控中国的国务院书记处 纪委等重要的机构 因此这一次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人事安排的一个特点 就是习家军全部上位 一统中共这个江湖 不为其他的派系留半点空间 显见在这里面首要的上位规则就是忠诚 作者表示要上位必须要有空间 然而无奈政治局尤其是常委会位置有限 可是习近平的人马想上位的又太多 这就需要挪腾出来更多的位置 所以二十大的人事布局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习近平废除了七上八下等些不成文的规定 迫使李克强汪洋这两个在中共高层当中仅存的改革派 也被视为是团派的代表人物的退位 作者表示 人们原本预期这两个人都要留任 如果他们还留在权力中枢 虽然以他们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制衡习近平 但总归让中国的自由派对习政权还保有某种微薄的幻想 况且以两个人的能力 特别是汪洋如果主掌中国的国务院 或许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点新鲜血液 知识界和资本级企业家有可能意愿等待官网时局转好 这对习近平未必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现在中国社会对习近平缺乏的就是信任和信心 李克强汪洋的某种符号化对自由派还是有些吸引力的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对习政权的感官 作者表示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 人们认为习近平即使局部的打破七上八下 但是总体上还会保留他 可现在随着李克强和汪洋这两个人的退位 中共的温和派或者改革派彻底的丧失了对政权的影响力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 或许这对自由派也许不是个坏事 没有了对党国的任何期待 反而可能在民间带动变革的动力 作者表示 在整个中共二十大的仪式当中 胡锦涛的劝退离场最震撼人心 但有强烈的悲剧意味 关于胡锦涛的离场 很多人认为不是劝退而是嫁退 后者的说法是胡锦涛要表达某种对习近平的人事安排的不满 官方则强调胡锦涛是因为健康等问题被劝退的 从目前有限的信息来看 即便官方的说法为真 人们尤其是不满习近平的人群是不会相信的 不过此事从动机而言 胡锦涛公开表达不满 给习近平某种难堪 不太符合常识以及逻辑 作者表示 胡锦涛尽管淡出公众视野十年 从这一次的开闭幕式 把他安排在习近平的左侧来看 形式上还是比较尊重的 因此有关人事任命的名单 不会不提前给他 或者是给另外一套 这样的说法有些说不通 即便他也是在会议期间才得知的 中间还是开过三次主席团的会议 胡锦涛应该可以在这三次会议当中 来表达他的不同的意见 当然存在一种可能 也就是他的意见没有被习近平采纳 胡锦涛很生气 要借闭幕仪式来抗议 但是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必须要考虑到他的儿子的后果 他的儿子是这个体系当中的终极官僚 此刻正坐在会场上 不管胡锦涛当初要儿子进入官场 出于何种目的 即使入了这个体系 无疑也希望将来高升 至少进入中委 那么他这样做肯定会断送儿子的前程 这不符合一个父亲的心愿 应该说胡锦涛也没有如此觉悟或者是胆识 作者表示 现在的问题是不管背后的真正原因 在胡锦涛被请出会场的过程当中 对一个受病痛折磨的老书记 前排正经危坐的中共要员 集体表现出的冷淡冷漠冷酷 让人们看了有些心寒 觉得缺乏基本的同情心 但是这恰恰是极权高压下的党文化的必然表现和反应 在习近平没有表达对胡锦涛的同情和行动之前 所有的党国官僚都要向习近平看齐 必须压抑自己 不能够动情 更不能够有所行动 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 有政治后果 作者表示 在这种政治厉害的算计面前就能够弥灭人性 这正是党文化的可怕之处 他把官僚体系的人都变成了无情的政治机器 哪怕是对曾经的领导 作者表示故而胡锦涛的被劝退极具象征的意义 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不但老人干政在习近平时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且从邓小平开始延续到胡锦涛时期的中共这段相对开明的历史也已经远去 中国从此进入了习近平的政治肃杀的新时代 而这个新时代其实是毛泽东时代的某种回归 换言之历史在这拐了一个弯又回到了原点 作者表示 不过从现实性来看 上面两个意外可能都比不上胡春华的意外出局 带给官员们的压迫最大 作者表示 胡春华是行情看涨的优质股 两届政治局委员 对习近平已经表现出了彻底的臣服 也任劳任怨的干事 假如习近平在人事布局当中表现出一丁点的伪善 他入场就几乎是板上钉钉 这也是各种版本的入场名单当中都有他的原因 作者说 而他也随后被选入了中委 看上去入场是定局了 然而就在这个关口 他不但未能如愿以偿的入场 连政治局都没有进去 作者说 事凡不合常理 必有不为人知的原因 如果说胡春华有腐败等严重的问题 中委就选不上他 能够选上中委 说明原本打算还是要保留他的政治局委员的身份 因为即使入不了场 也可以用他还年轻 未来还有机会入场来做解释 但事情发生的如此突然 也就在中委选后一天 这背后是不是胡春华在当选中委之后 或者被告知 或者从某种渠道得知 自己不能够入场 心里有很大的失落 没有能够控制好情绪 表现了某种不满 被习近平获知 让习近平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外界不清楚 但是中共政治局通常形势下有25名 本届政治局是24名 可以认为最后一名本来是留给胡春华的 作者说胡春华的意外出局 无疑是他个人的羞辱 而习近平通过这一幕 也达到了震慑所有官员的效果 可以说二十大的人事安排 暴露出了习近平的霸道和一意孤行 远超外界的想象 人们有必要重新的认识他 也许在习近平看来 他为自己赋予了非凡使命 要干几件标秉史册的大事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行团队 这个团队不能够因为有不同的意见 而受到撤肘 大家都必须要无条件的支持他 让其意志和部署得到毫无阻碍的贯彻 所以不能够用有不同理念的人 进入这个政治局的班子 但是如此人是安排对内对外释放的信号 都极其的糟糕 习近平要实现使命恐怕很难 好再来看一下习市新常委引发国际恐慌 港股大跌超过一千点 十三年多以来的新低 来自美国人的报道说 在中国的外国商业团体星期一 也就是10月24号的时候表示 对打破中共几十年惯例连任第三任的习近平 所挑选的权力巨大的政治局的常委会的班底 以及习近平所阐述的优先要务感到警觉 一些人敦促中共当局不要更多的干预市场 路透社引述了上海美国商会的会长正义的话报道表示 他对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承诺要深化改革开放感到鼓舞 不过也表示他对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环境之际 使用非市场的工具 例如政府补贴来支持国企可能会适得其反 而中国欧盟商会在星期一 也就是10月24号的时候一个声明当中表示 商会对中共二十大的影响采取走着桥的态度 因为重大的政策的出台 可能要等到二零二三年三月 中共的人大政协召开两会才能够出台 路透社表示 中国欧盟商会对习近平有关于环境保护的评论感到鼓舞 不过表示 希望看到中共在如何计划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 继续保持独立自主上做出更多的澄清 而商会的声明表示 目前不清楚这两种说法如何在实践当中得到调和 另外中国英国商会的执行董事林冲表示 中共二十大上的讲话表明 与过去有一些连续性的同时 商会也看到了某些政策上的重大变动 需要等着观察这些政策变动将如何落实 另外路透社表示 在中国的外国商业团体越来越对中国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 持批评的态度 认为这个政策不利于吸引投资以及吸引外国人员 报道说习近平星期天与忠于他的新的政治局委员们一起露面 显示对习近平忠诚高于一切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常委当中 据第二位明年将接替在二十大上被裸退的李克强 担任中国国务院的新任的总理主管经济 而被外界认为是下一届总理的理想人选的 具有改革思维的中国的前国务院副总理 现任的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则被全裸排斥在了中共权力核心之外 李克强和汪洋都只有67岁 低于中共高层人士升迁的七上八下的几十年以来的惯例 报道表示此外另外一个被外界看好的 有可能担任中国公务院总理的 现任中国公务院的副总理胡春华 不仅被排斥在了常委之外 而且连政治局委员的资格都被剥夺 只剩下了中央委员 显示高层最后一位团派彻底在中共核心当中失去了地位 现年只有59岁的胡春华曾经被中共的前总书记胡锦涛 有意培养为中共的第六代领导人 观察室表示在中共党内没有其他派系的制衡之下 中国出现未来政策失误的风险大幅的上升 中国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将更加的遥遥无期 报道表示习近平对权力的独揽 尤其是新一届常委的组成 触发了星期一也就是10月24号中国大陆以及香港股市的暴跌 投资者因为害怕经济增长 将会被以意识形态驱使的政策所牺牲 因此抛售股票 香港股市星期一大跌超过1000点 并且创下了13年半以来的新低 收到政府操控的上海还有深圳股市也显著下跌2%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